和尤昌发一起遨游音乐世界。 创作者、尤昌发、制作者、谢潮忠。 作曲家这个行业 作曲家这个行业,说起来应该不像一个行业。 因为除了少数人之外,绝大部分作曲家的作品都没有机会演出的。 而有人演出作品的少数作曲家,通常演出单位对他的期待,也跟他对自己的期待不一样。 举例来说,德福扎克是一个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演出机会的作曲家。 他成名之后不久,做了交响曲,也做了斯拉夫舞曲。 当他跟出版商接洽事务的时候,出版商跟他说,能不能请你多写几首斯拉夫舞曲。 德福扎克跟他说,如果你不多付点钱给我的新交响曲,我就不做斯拉夫舞曲。 各位要知道,当初欧洲的社会,家庭里面弹钢琴的人很多, 所以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通常都改编成钢琴普迈。 这些钢琴普迈得非常的好,反而交响曲因为在钢琴上不是那么受欢迎, 所以出版商并不希望作曲家写交响曲。 甚至,一首交响曲的搞仇,还不如一曲斯拉夫舞曲。 请测评者 德福扎克 算是幸运的。 他的交響曲價格雖然不理想,還是有人演,有人聽。 像布魯克娜,他的交響曲今天是經典之作, 可是在他的時代,這些作品是被維也納艾越認為品質太差而退貨的。 德布希今天是有歷史地位,但是他生前是不能夠靠坐區賺很多錢的。 他的生活無餘,主要是因為他的第二個太太是有錢人。 比起他同時代的作曲家拉威爾,德布希只有羨慕的份。 拉威爾玻璃漏的版權費,當時幫拉威爾賺了一棟湖冰別墅。 作曲家當然也有像布拉姆斯和華格納,生前就受愛悅者歡迎。 但是更多的作曲家連德布希跟德福札克都遠遠比不上,不要說搞仇不高,連演出作品的機會都沒有。 所以說,作曲家不是一個行業,雖然有時候他會有點虛名。 作曲家旅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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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